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眾品味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四季豆的家常做法 喜歡的話請點擊訂閱哦 也別忘了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這是剛買的四季豆 新鮮翠綠 現在把它清理一下 把頭去掉 下面切一些薑片 準備兩顆大料 再切一些蒜片 下面把四季豆清洗乾淨 瀝乾水 鍋裡放些油 燒熱後放入薑片和大料炒香 放入四季豆 不停的翻炒 蓋上鍋蓋燜一兩分鐘 打開鍋蓋 繼續翻炒 要用中小火 加一大勺醬油 加一小勺鹽 鹽的多少可以根據個人的口味來定 再加約五十毫升水 翻動幾下 再蓋上鍋蓋 像這樣炒差不多要十分鐘 四季豆才能熟 已經有八分鐘了 這個時候放入蒜片 翻炒幾下 再蓋上鍋蓋 燜一兩分鐘 四季豆含有細胞凝集素和燥乾 食用後會引起中毒 這些物質加熱後即可被破壞 所以四季豆一定要炒得完全熟了才好吃 你可以嘗一下有沒有生豆角的味道 炒出鍋了 看這碧綠的四季豆好誘人哦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好 喜歡 我們下期再見